有個人平常在用精油嗎? 有 有 都是用什麼精油 我都有 我都有 是順床 順床 還有兩三種 okok 很棒 所以我們今天除了做肥皂之外 我們還會再做一個精油的滾出品給大家 所以等於說你們今天來的話 就是真的肥皂很多 因為呢我們今天做的都是 補養生的 然後呢對各位的體肤 都是比較好 沒有人 就是不懂的記載 那也是希望大家今天可以 希望 您的課程 不好意思 好 好 那今天他剛才就是說 我們要做的就是 負荷 還有做 金油粉 這塊 這塊也可以用的 那如果有時間啊 會跟您說說 一些負草 總共找 有人在家裡都是用 誰偷在洗澡 還是都負荷 香皂 香皂 對 用手工皂 那 那因為 因為其實手工皂跟負荷 其實當手工皂它的成分 比較甜蕾 所以呢 它其實對身體比較好 如果 有時間的話 我們會再介紹一下 就是手工皂 他的就是我 我平常的話就是 有在做那個 手工皂啦 花椅啦 那平常的話 我都會教金油啦 尬人做哪種水 那如果你們之後啊 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就是找我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進入 我們今天的課程的主題 謝謝